提 我們來看一下 手部 凡是這種當部手 只划切個下來 左邊長一點,右邊短一點 這個條要特別注意 下邊不要太擠了 通常下邊會被擠到 式跟平常寫的式不太一樣 就是說他的整個 身體是稍微往左靠 讓這個字稍微緊一點的感覺 好我們來書寫一次 橫畫,這個直畫 不要從正中間切下來 稍微靠右邊 這個條 不要太低 貫注一下這個距離 末端是朝上 這個手一般寫不好 是這樣 這邊 到底是給誰接觸的呢? 要往上 給上面這個日來接觸它 好,細的長橫 撇,撇注意切割這兩塊 好 提 菩提煞 多 好 我們來看看 嗯 當部手的時候 這橫畫 左長右短 這個一定要注意 右邊呢 這邊小尷尬 伸展如果是它的話 我老師的示範呢 下邊的可能可以再短一點點 下邊這個橫畫大概就不用那麼長 我們來寫一次看看 我們來寫一次看看 撇平了 才不會跟橫畫打架 好 這邊左邊右邊兩個看起來像十字架 注意一下它的寬度 好 這邊既然有主橫畫這個當老二 好,不要太長 俯視 因為它是最底部的 如果最底部的 你一路斜上去 這個字會被掀起來 就太不穩定了 一 嗯 看不出有什麼困難的地方 好,我們來看一下 來 一個直畫 兩個直畫 那 看起來呢 沒有特別難的地方 但是 嗯 來寫寫看吧 撇 樹 點 這個橫畫就不要太長了 因為右邊等一下有鈉 要伸展出去 好 大概大家容易出問題 可能這個橫畫拉很長了 好 再來呢 這個鈉拉出來的時候呢 不要壓太低 最低點應該是束縛 而不是鈉 好 1